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深度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立法者对香港的强烈警告 他们认为这座城市正在迅速变成金融犯罪的中心 随着全球音乐界的巨星们重返中国舞台 香港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曾经的信任金融中心逐步转型为洗钱和规避制裁的热点 美国国会的呼吁 无疑为香港的金融未来投下了阴影 这不仅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 更牵动全球的金融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也看到中国音乐市场的活力与国际交流的期待 这似乎与香港当前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将揭示这些音乐盛世背后的意义 以及香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角色是否会因此受到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彼时 香港在全球金融界的地位一如既往地引人注目 然而 美国一些立法者却对这座繁华都市的金融环境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据南华早报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员们对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发出警告 敦促重新审视与香港银行业的关系 立法者指出 香港已经从一个受信任的金融中心 逐渐沦位洗钱和规避国际制裁的温床 并被利用为中国 伊朗 俄罗斯和北韩等国家进行金融犯罪的枢纽 根据这封由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两党领导人共同签署的信件所述 香港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不再只是全球贸易的中介 而是涉足违反美国贸易管制的违法活动 包括对俄罗斯的高科技出口和帮助伊朗石油交易等 信中提到 2023年由香港运往俄罗斯的货物中 近40%为半导体这类高优先级物品 这些商品可能被用于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这些情况无疑引起了美国的高度关注 信中强调香港的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金融稳定构成威胁 这也让人对香港未来的金融地位充满疑问 在这样的背景下 香港驻美贸易办事处也未能及时做出回应 让局势更添扑朔迷离 然而 当我们的目光从金融犯罪的阴影中转移到中国大陆时 一个充满活力和复苏的音乐市场正在崛起 经过新冠疫情的洗礼 中国的音乐场馆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喧嚣 成为全球音乐巨星的必经之地 坎耶 维斯特 玛利亚 凯利等国际巨星 纷纷登上了中国的舞台 让许多城市再次沉浸在音乐的狂欢中 坎耶 维斯特对于中国并不陌生 这位曾在南京度过童年的音乐家 如今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回到了这片土地 并在海南岛的五元河体育场 举行了两场爆满的演唱会 短时间内售出了近8万张门票 同一个周末 玛利亚 凯利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 举行了两场纪念她专辑 《咪咪的解放》20周年纪念的演唱会 场馆内作物虚席 香港或许要等到明年启德体育园区启用 才能重现这样的国际演出盛况 但在此之前 想要感受全球音乐魅力的人们 可以在中国大陆寻找属于他们的音乐饗宴 英国歌手杰西 俊 这位曾在中国歌手节目中脱颖而出的音乐家 将于今年11月在深圳展开她的新一轮中国巡演 她的音乐充满了感染力 不仅在舞台上拥有出色的表现力 还为众多明星创作了多首热门单曲 与此同时 挪威 DJ阿兰 沃克也即将展开她在中国的巡演 这位年仅15岁便开始制作音乐的天才 凭借《非得》等热门歌曲 在全球Spotify播放量超过20亿 她的音乐风格独树一致 吸引了不少中国粉丝的关注 她的巡演将在南京和广州等城市展开 此外 日本流行音乐偶像宾棋部的演唱会 在上海与成都也即将开演 自1999年 她的专辑《A Song 4》城城发行以来 她便一直站稳日本音乐界的顶尖位置 至今售出超过6000万张唱片 她不仅在日本拥有极高的人气 在中国也有大批追随者 英国歌手詹姆斯 布朗特的音乐旅程 虽然在国内遭遇质疑 但在中国却依然拥有坚实的支持者基础 2021年的单曲 Adrenaline不仅在中国音乐榜单上名列前茅 还与当地的超级明星张杰合作推出了二重唱版本 最后 来自俄乌的音乐偶像维塔斯 以其独特的五个八度音域和跨界音乐风格 将流行 歌剧和古典乐完美融合 她的中国巡演也即将展开 带给观众不同反响的音乐体验 在金融风暴和音乐盛宴之间 中国的舞台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金融犯罪的警示与音乐市场的繁荣 形成了鲜明对比 让人们在思考中期待未来的发展 香港在金融领域的挑战 和中国大陆音乐市场的复苏 无不昭示着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 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现实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金融犯罪指的是与金融系统相关的非法活动 这些活动通常涉及获取未经授权的金融利益或资产 这类犯罪的范围相当广泛 包括但不限于洗钱、金融诈欺、内幕交易、贿赂和资产挪用 金融犯罪不仅对个人造成损害 还可能损害企业、金融机构 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和信誉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跨境金融活动的增加 金融犯罪的形式也变得愈加复杂和多样化 电子支付系统、虚拟货币、网络银行等新技术的发展 使得犯罪分子能够更容易地隐藏其活动和资金流向 这些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 另一方面也给金融犯罪的侦查和防范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历史上,金融犯罪并不是一个新现象 早期的金融犯罪可能涉及伪造货币或以欺诈手段获取财物 而现代金融犯罪则可能涉及复杂的国际洗钱网络或跨国金融诈骗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迅速扩张和电子金融服务的普及 金融犯罪的规模和影响力显著增大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逐步加强 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来应对这一挑战 例如,国际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制定了全球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标准 要求各国采取措施打击这些活动 此外,各国的执法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 也不断提升技术能力,增强信息共享和跨境合作 以更有效地打击金融犯罪 数据显示,金融犯罪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 每年高达数万亿美元 这些损失不仅体现在直接的财务损失上 还包括对金融市场信心和经济稳定的潜在威胁 金融犯罪往往涉及复杂的跨国操作 给受害者和执法机构带来挑战 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加强法律和技术手段 才能有效遏制这一现象 总体而言,金融犯罪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对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金融环境的变化 金融犯罪的形式和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演变和扩大 因此各方需要保持警惕,不断更新和完善应对措施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都知道 香港一直以其高效的金融体系和透明的法治而闻名于世 美国的指控无非是把香港当作踢罪羊来掩盖其自身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漏洞 要知道,华尔街的金融犯罪案例可不少 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到更近期的金融诈骗 所以,如果要加强监管 华盛顿应该从自家后院开始清理 楚天书,这是典型的转移视线 当然,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就可以逃避全球监管的责任 据报道,香港现在成为了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违反国际制裁的枢纽 如果美国立法者没有发出警告 那才是对全球金融稳定的真正威胁 谢琪琪,香港的金融地位不容小觑 她曾被是做亚洲的金融明珠 即便是在主权移交后仍保有其相当的独立性 美国这样的指控有可能动摇国际对香港的信心 而这正是中国希望巩固香港为亚太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时刻 我们不应该被无端的指控所误导 而应着眼于解决问题的根本 楚天书,我们不是在指控 而是在提出需要关注的事实 美国的数据显示 香港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若不加以监管 这将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香港需要的是重申其在国际间的诚信 而不是将问题一再推为给所谓的信心危机 谢琪琪,你所说的诚信 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 一直遵循相关的国际标准和规范 当然,任何金融中心都难免会有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已经沦为金融犯罪的温床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香港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所做出的努力 而不是单凭一些数据就加以指责 楚天书,我同意诚信是双向的 但香港的问题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 这涉及到国际政治和安全 如果香港愿意走出阴影 那么就需要透明化 并且在国际监管机构的协助下进行改革 这样才能真正保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而不是一味地在指责和辩解中徘徊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 围绕香港的金融监管问题展开 双方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切入 展现了当前国际金融环境中的复杂性与挑战 楚天书的主张强调了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性 并试图将美国的指控视为转移视线 认为其背后有着更大的政治考量 他指出 美国自身的金融问题是其批评香港的根源 并呼吁硬着眼于根本问题 然而 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于片面 忽略了香港目前在全球金融中所扮演的角色 及其面临的挑战 谢琪琪则从时政数据出发 指出香港在全球贸易中地位的变化 及其潜在的危机强调了监管的重要性 他的论点聚焦于香港的长期问题 并呼吁进行必要的改革来增强透明度 谢琪琪的观点更具现实性 指出香港不能单纯依赖过往的荣耀 而应该主动应对外界的质疑 以保障自身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透过双方的辩论 我们可以看出楚天书的立场 虽然出于保护香港的意图 但过于强调国际信心的维护 却未能正视现实中的风险与挑战 而谢琪琪的立场 则提供了更具建设性的方向 提醒香港必须在全球监管框架内 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 并采取措施来解决潜在的问题 总结来说 这场辩论揭示了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复杂性 楚天书的立场强调了历史与地位的价值 而谢琪琪则提醒我们面对现实的挑战 我们应该认识到 香港的未来发展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努力 也需要在全球范畴内建立良好的信任和合作 因此 针对香港的金融监管问题 必须以更为开放和透明的态度来应对 这样才能确保其持续繁荣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美国立法者和香港金融犯罪话题 真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美国国会的立法者们最近可没闲着 他们对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 重新审视与香港银行的关系 这是因为他们觉得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洗钱和规避制裁的温床 这封信像一封来自某个福尔摩斯小说的信件一样 揭露了一些惊人的细节 根据信中提到 香港不再是昔日那个全球信赖的金融中心 已经变成了一个为伊朗、俄罗斯、北韩等国家的专制政府服务的角色 这真是让人感到揪心啊 信中还提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 2023年从香港运往俄罗斯的货物中有近40%是高优先级的产品 比如半导体 这些东西很可能是被俄罗斯用来打乌克兰的 这些交易就像是间谍小说里的情节一样 让人不由的心理一领 美国的立法者在信中强调 香港的金融体系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 这不仅仅是美国的安全问题 更是全球金融稳定的警钟 就在这时 你可能会想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将何去何从呢 难道会在阴影中退场吗 与此同时 让我们换个频道 看看音乐界的盛事 全球的音乐巨星们又回到了中国舞台 这真是让粉丝们激动不已 从玛丽亚 凯利到坎耶 维斯特 再到约翰 传奇 这些大牌的演出 让中国的体育场再次震撼人心 真是让人有种感觉 又回到那个充满活力的音乐世界 坎耶 维斯特 在海南岛的演唱会门票 简直是秒杀 一眨眼就卖出了八万张 而玛丽亚 凯利呢 她也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大秀一番 真是让人舍不得眨眼 当然 香港的粉丝们可能要等到明年启德体育园区开幕后 才能再享受到这样的国际盛会 不过 在你等这个的时候 可以先去看看接下来的五场精彩演出 比如英国歌手杰西 J 他带着他那让人目瞪口呆的音域 来到了中国的深圳 上海 成都和北京 还有挪威的DJ阿兰 沃克 他的Faded 让人听了根本停不下来 现在终于可以在中国现场感受 这些音乐盛宴的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国音乐市场的强大生命力 也让人们更加期待未来更多的国际音乐交流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不论是银行还是音乐 都是在不断的挑战与机遇中前进 这让我们不禁想问 下一步会是什么呢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